怎麼會有人送錢給我 就是可能跟朋友吃個飯 然後就領個好幾萬給我 然後我就不絕錢 到後來就是有醫生朋友們追求 那他們就會知道說 欸你需要一個安定的生活 就會給我還不錯的費 嗯算蠻豐厚的那個生活費 其實我沒有拿很多錢啦 就是幾百萬的室友啦 林薇薇燒千萬拖三年終離婚 任被包養月收五十萬 你有瘦嗎 對我就是沒事幹就在家裡減肥啊 現在大概六十多 之前九十五吧 有瘦三十幾公斤了 許久不見四十九歲前九國民花 林薇薇在沖灰幕前 竟然大包瘦全英前夫月子樓 就看到每天一直沖我皮包 抽錢抽得很高興 或拿有提款卡去領錢 我就突然覺得說你對我沒有愛 你就把我當機管機而已啊 就常常問那個行錢工的關公說 欸你為什麼要叫我跟他結這個婚 2018年林薇薇和前夫月子樓結婚 時個一年多久保婚變 指控前夫對婚姻不中還欠債八百萬 他向法院申請離婚訴訟 至今三年終於順利恢復單身 這一次就是終於離城就覺得好好喔 因為我們第一次寫書狀的時候 大概是三四年前的時候 他說那時候本來就要判離 那是因為那時候就是那個訴狀 他們就是法官的那個單子是寄到月子樓家嘛 然後我沒有收到 所以等於這一次他說在走一個流程而已 有五六個分局的警察就是打給我 然後就說什麼他是通緝犯 然後就問我說你是月太太嗎 然後我就很不情願的說嗯 然後他就說那個月先生現在是通緝犯 然後我們要找他 最後很怪喔 就到法官那邊的時候 家事法庭的時候 他就拿一個那個卷宗給我看 他問我說關於月子樓的部分 我有沒有什麼問題 結果他通緝的理由 很好笑 就一條是寫說他坐霸王車 然後其他都沒有寫 這也太小條了吧 林薇薇自從退出演藝圈後 就以本名協議起景影畫室 無奈三年前以疫情阻撓 收入慘淡 其實那個時候是真的剩12塊 那時候常常剩銅板 大家問我為什麼會活下來 嗯可能是老天保佑吧 就是常常會有人送錢給我 就是可能跟朋友吃個飯 然後就頂個好幾萬給我 然後我就不絕錢 到後來就是有醫生朋友們追求 然後他們就會知道說 欸你需要一個暗定的生活 就會給我還不錯的費 嗯算蠻豐厚的那個生活費 然後讓我可以安心的過日子 所以大家就會想說 欸這個人怎麼好像打不死了 蟑螂怎麼又起來了 就是你只有金主在那個 對 Support你的那個人 對 最大手筆一次給你多少錢 哈哈哈哈 是什麼時候 是什麼時候 該從什麼時候開始算了 哈哈哈哈 其實我沒有拿很多錢啦 就是幾百萬的 是有啦 但是他不是醫生 他是一個 很知名的罐頭的廠商的老闆 就是在Seven都看得到了 然後 他每次見我 就拿了二三十萬 三十萬小費給我啊 然後就這樣給我好幾百萬 就是有這種的客人是蠻多的啦 對 倒沒有說怎麼拿幾千萬上映 等一下你講的那個罐頭 是你還在酒店上映的時候 認識的 認識的 對 他是我們老闆的客人 每個月開銷 其實如果連住的話 這樣是十萬以上 上套不掉啦 對 但是我也沒有亂花錢 就是 就是 就是材料 還有畫布啦 然後買 自妝啊 什麼的就是正常 還要吃飯什麼的 房子也是一個醫生朋友提供的 哦 對不對 所以說 都 一切都還還蠻順利的 不然要怎麼 就是翻身過好日子啊 那從十二塊 要翻身過好日子 不就是要 不就是要這樣子嗎 那 他可以從你 那邊獲得什麼 獲得什麼 就是 我的陪伴啊 等一下 我陪伴應該不是只有精神陪伴吧 又婷還沒有 我覺得女生 最好是不要隨便跟 不要隨便跟男生睡 不要勉強 們 其實 有 有 可以 可以 有 有 有